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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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傅 诸位法师慈悲护华会 我们蔡会长 普济会 杨会长 慈悲 诸位清静庄严的引道菩萨 诸位发心清静 精静于菩萨道上的诸善男子 善女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请奉长 我们能够朝山 这个意义很大 第一个意义就代表我们身体很健康 第二个意义我们发心很正确 很恭敬 第三个意义当然就代表我们很谦卑 我们向往菩提道 我们恭敬三宝 但这三个好处 其实就会让我们生生世世 走在圆满清静的路上 就往前一直前进 代表我们还有资粮 因为我们有福德资粮够 所以我们能够拜 我们智慧资粮够 所以我们想拜 我们愿意拜 当然身心也都支撑着我们 支持着我们 所以让我们能够圆满 这个朝山的殊胜行 所以其实它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不是一般人有条件做到 身体健康的他不想拜 想拜的可能身体已经不听他使唤 所以我们真的也算是浮费双修 礼佛一拜 就可以罪灭像横河沙 那么多的罪障 那我们今天拜几拜呢 应该至少一百拜 所以等于一百个横河沙 我们不怕过去造多少业 只要我们恭敬地拜 总有消尽的一天 虽然看起来好像 没有直接的对峙性 也就是说我拜了以后 好像也没有消什么业障 请问你业障长长得什么样子 业障没有显现之前没有样子 必须显现的时候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是灭业障于无形 无形中已经消失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你如果常常能够朝山 能够礼佛 怎么会生起恶念 怎么会讲不应该讲的话 怎么会做不应该做的行为 大概很难 大部分都是那个心没有保持好 不够恭敬 不够谦卑 我慢出现了 那就很容易犯 深口意三种行为的错误 也就是三种恶业 那这三种恶业现前就是业障 那他也会遭感以后不好的业报 所以看起来我们朝山没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念佛也没什么 但是你能念佛 一方面就代表你福得知良寇 没有福报的人不能念佛的 刚刚也有一位菩萨 说他小孩子 要他念佛啊 念菩萨 不愿意 我们念佛 念菩萨念得很自然 但是没有福报的人 他要念佛 念菩萨很困难 很困难 我们想起来没什么 我们做起来也没什么 但是那些没有福报的 就是做不来 但要起一个我喜欢念 我欢喜念都起不来 就代表他没有知良 没有姻缘 那是不是真的没有 不是 因为业障现前 业障把他挡着了 不是他不能念 也不是他永远不念 这时候我不愿意念 也就现在有业障帮你挡着 所以我们如果随时可以 调整我们的身心 比如说刚刚 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 礼佛以后 那么我们坐下来 你就慢慢地调整你的身心 你专心就在调整心 你专心地看着你的身体 看着你的身体的松紧 看着你的呼吸的顺畅不顺畅 那个就是在调整你的身 所以我们如果心能够静下来 不断地照顾着我们的身 把它导柔 气把它导顺 那当你的身体很柔软 气很顺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所有细胞 都会很健康 就明点就净化 那明点如果净化呢 精神自然好 明点如果净化呢 很自然就生起了 就正念 因为提供出来都是正面的能量 所以修行最主要就是 要有正确的知见 那正确知见一方面 就是你要随时保持 当下清静的觉观 这个就是真正的正见 你都用正确的方式 在现见 在观察 一切的色生相畏处法 也就是在观察万法 那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万法的真正的内涵 所以这个也叫正见 那另外一个正见呢 就是佛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的正确的观念 比如是对 远起的这个因果观的确定 因为我们观察力没有那么强 绝照力没有那么强 反省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常常我们的结论 我们的看法 是错的 甚至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也是错的 那么当然就要用佛的教导我们 作为我们正确的知见的标准 这个也叫正确的知见 那有了那个正确的观念 随时保持正念 也是有正确的观念 又随时用正确的观念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我最伟大 最吉祥 最圆满 最有价值的我的状态 所以我想我们正确的佛教徒 应该都会把这个所谓的我 这个假我 弄得很庄严 很有意义 很圆满 当把这个我弄到圆满的时候 你就是佛 不是要否定这个我 是要把这个我变成没有过失 不仅仅没有过失 还有充满着功德能量的存在 那一直修下去 时间不断地累积 那也是因缘不断地结善缘 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 无处不自在的生命体 生命的现象 不管你在哪一届 比如我们发心要到美国 我们发心要去非洲 只要这个你是很棒的 你到美国也是一个好的美国人 你到非洲也是一个好的非洲人 那我也发心要到监狱里面去 当然不是犯罪被抓进去 而是我想到监狱里面去 帮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 那你到那边一样是清静自在的 一样有很强的教化能量 所以其实我 这个我不是不好的东西 是那个不好的我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我都可能是菩萨 也可能是一个坏东西 而我是一个坏东西 其实我不是什么坏东西 我是起了坏念 讲了坏话 做了坏事 我就变成坏东西 我一念悔悟 我从今天开始绝不讲坏话 绝不起恶念 绝不做坏事 甚至进一步转过去 我都要起正面的想法 说正面鼓励的话 赞叹的话 做事呢 尽量能够去帮忙别人 你就一转 就把从本来的被定位为坏人 一下子变成大好人 大善人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 你在决定 你在决定呢 你的知见在决定 你的起心动念在决定 所以你就知道 起心动念有多重要 知见有多重要 包括我们在这边老实的念佛 都是因为有正确的知见 然后起正念 我们大家可能都学很多佛法 甚至研究过很多经论 也深入世间法 可能你还是博士 还是什么 但有这些东西 并不代表你就怎么样子 而是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的正能量 显现出来 表现出来 我们也常常会看到 有些人 学经历其实都很好 但他对社会的贡献 不一定有多大 那我们可能没什么学经历 但是我们到处受欢迎 因为你到任何地方 你的发心都是正确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欢迎你 这个你就有奉献度 就有存在的大价值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内涵 我们自己在决定 那为什么要群体 比如说今天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拜 叫你两三个 从那边一拜一拜 拜到这边来 我想那可能性很低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拜 你就很自然就拜完了 这就是群体修行的力量 这个法律 大家一起互相激荡 互相观摩 互相勉励 所以我们说生团 或者是生团不是 生团不是仅止出家人 依法奉持的团体 就叫生团 生团就是合合众 那合合于什么 那合合于佛跟法 就可以成为生团 所以一样 在家的居士团体 也是生团 比如说什么连社 这些连友 也是生团 不是一定要出家 所以我们说有四众弟子 都可以形成生团 都可以形成生团 都是佛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然后知道自己的角色 刚刚我们称呼大家 是发心清静 静静静于 菩萨道上的 诸善男子善女人 其实这个就是生团 所以 如果我们四众 都能够互相赞叹 互相鼓励 那么佛教一定行 佛教如果行呢 社会一定安详 这社会一定会往 安详 圆满的路上 因为每一个都是善人 所以我们所在的社会 福报都很大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台湾 我们现在我们的台湾 在整个世界里面 算是福报很大的地方 为什么 我们都是诸善善人 一群很棒的人 住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好的沙土 我们何其有幸 事实上我们也是 这个幸福的人 幸运的人 其中的一个组成分子 没有你的发心 没有你的精进 这个社会 也就少了一份 清静安详的力量 所以真的不要看清自己 当然不要碰轰 不要自我膨胀 但是也不要 自己看不起自己 以为自己没什么 只要你的生命存在 就有大意义 那问题是 你是不是要给他 赋予他大的意义 就看你的发心 看你的起心动念 好 那今天 我们在这么好的天气 在我们会长 捧着香的引导 我们这些引导菩萨 这么庄严 还有我们的出家的法师 的领导下 我们共同完成 这个殊胜的潮山的法会 愿意我们大家一起 把这个功德 回向整个法界 回向我们的国家 回向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当然我们都不舍不得 大家受苦 大家受难 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在无形中 在隐约处 我们就发善念 回向给他 祝他能够远离这种 业障的状态 事实上有时候 这个可能比 你实际去帮他的忙 可能更有影响力 而且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就暗中帮忙别人 不会有副作用 你如果明显地帮他 有可能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他很感激你 二种呢 第二种呢 可能变成你害了他 因为你帮忙他 他就不用帮忙自己 那就剥夺了他自我成长的机会 所以有时候帮人 很难说对还是不对 但是你如果帮忙 又是发心正确 方法正确 那当然一定是很棒 但是你如果动机 不正确 或是帮忙的手段 方法不正确 那可能刚好帮倒忙 这个就要智慧 去觉观 智慧包括了我们 最重要的包括 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的动机 你为什么要做 你的动机 这个也是属于智慧的一部分 觉观的一部分 所以 在在处处 我们都要很小心 那 养成这种小心的习惯 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里 慢慢培养 你随时都在做内观 随时都看着自己的身心 久而久之 就有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小 从来没有 没有哪一个老师 叫我们要保持觉观 从来没有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其实就是 佛法的特色 那我们 世间的教育 我们也受了 我们佛法的教育也受了 所以你把这两个 好好的合在一起 那就会入世 出世 都很圆满 所以我们还是要 庆幸 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发心 引导我们 走上了修行的路 学佛的路 如果没有过去 我们的善业 更好的发心 那么我们也不会 走在这条路上 我还是要再强调 走在这条路上 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至少 保证是走在 一条对的道上 如果没有走在 这条路上 或许 你的成就不小 你的影响力不小 但是 没有保证 你一定是 走在对的路上 你的福报很大 你的影响力很大 如果你的影响力 是带人家 走上 错误的路 那你的福报 刚好就变成 你的过失 所以 这些其实都值得 我们再深入地 去 思考 思考 所以 我们或许 没有什么成就 但至少 我们可以保证 我们没有 什么大的过失 反之呢 可能我们觉得 那个人很有成就 但是我们 看不到的是 他 蕴含在 他的成就底下的 过失 隐藏着的 以后会显现的 所以 再简单说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 最近呢 这个股票 大涨 那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赚到钱 不一定 那或许你赚到钱 那越投资越多 那涨到顶了以后呢 那就开始 往下 甚至如果这个世界 又有一个什么突变 就像COVID-19 还是什么 又有一个突然来的 灾祸 而 你这个充满着 希望的投资行为 可能一下子 变成 大亏本 这个在台湾 在世界 已经演过好几出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都不能谈 都要很 很仔细的 看着你的起筋动念 但是不是 不是要你都不要动 你在动的时候 要谨慎的动 不要贪 不要 叫我们开车 开在 这一大路上 因为路很宽 你就觉得 规定60公里 没有道理 这么大的路 那你就很自然 就一开 80 90 100 突然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你就反应不及了 所以 这个 在很顺的时候 我们更要 很小心 这个 就是 随时 保持绝照 好 我们 这边 宣布一下 我们 三月份的 二日禅 是在下 下个礼拜 六日 如果想参加 可以 报名 在线上 报名也可以 打电话到 3720 220 报名 也可以 我们今天的 朝山法会 来 做个回响 如果我们 心里面 想要 回响给 我们的 什么人 其实 你都会在 心里面 默想 默念 然后 借着大家 共修和力 放光 然后加持 你想回响的人 张碧瑞 杨锦角 林小涵 楚作心 系里豪 蔡新菊 静谷法师 蔡嘉荣 张世聪 吴炳松 黄菜静凤 吴昆辉 吴洪淑娟 李婉慈 林冲贤 龚立民 黄菜 静凤 邓孟 吴晗 叶丽凯 黄华林 郑慧珍 李美慧 柯芝儿 许立香 林俊卿 李建福 牛建宏 林李戴 王秀桓 蔡明修 武王孝 黄淑美 黄玉仁 孙蔡好 林俊邦 柯正盛 杨武县 蔡淑芬 许贝明 愿他们都能够身心自在 一切吉祥 我们同时回向给 陈福建 李柯美人 李文德 陈德喜 杨宝明 廖庆春 张宝云 杨金雄 林展宁 江傅宝宝 林歇秀兰 傅丽英 蔡信杰 雄庆昌 拱黄锦花 莲建雄 蔡魏岳飞 杜阳 洪喜荣 李嘉勇 王莲花 洪文典 林歇秀兰 陈隆清 黄明秋 张智哲 黄秋月 许乔君 庄宁萌 陈真奇 以及弥陀殿 所有大的愿 品味增上 往生净土 最后我们用最虔诚恭敬的心 上宫十方诸佛 恩 回向法界众生 愿一切圆满吉祥 愿一切圆满吉祥